字幕提供 有你在說什麼 聯誦 聯誦 Yo Hello 歡迎回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 我們要帶來看下是 Frue景品千年積木 有沒有看到 這次的盒子真的是與眾不同 完全看不出來 它是個景品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封面 是用燙金的方式 來印刷上遊戲網的字樣 真的超有質感的 另外背面則是印刷上 警告標語跟一些注意事項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我們可以看到 它裡面用了黑色泡棉來做個固定 這個不是很好拔出來 出來了拔出來了 其實意外的有點質感 這次包裝真的很用心 好了 我們已經拿出來這款千年積木了 它是1比1的大小 我想大家小時候啊 都對遊戲王有種憧憬 就是希望自己在路上 可以撿到千年積木 然後把它組起來 不過這個願望啊 現在我們終於實現了 因為VLU推出了 1比1大小的千年積木 雖然在塗裝質感上啊 不會像說 真的像金屬一樣這麼有光澤感 不過 以它這塗裝的做工來說 我覺得 還算不錯了 因為對景品來說 你也不能太要求它什麼 何況它只有賣380塊 加上它的盒子 就給的這麼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款千年積木 真的是蠻值得收藏的 另外就是它也不是空心的 它其實是磁心的 所以你其實拿起來 還是有點重量 不會說 欸完全空心的 就感覺有一點失落感 所以這拿起來的份量 把玩在手上的感覺 也是 蠻不錯的 如果是真的金屬灌膜的話 應該 連拿起來都覺得困難 那今天的千年積木開箱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你可能會覺得 今天的影片有點短 因為我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等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